又傳出了校園霸凌事件 而這一次是網路霸凌 新北市有一位國中的女學生 他因為不滿一位同學 對他潑水開玩笑 所以在部落格上PO文抱怨 沒想到這位同學知道之後 夥同其他學生在網路上 以二三十篇的辱罵字眼來回覆 結果造成這位女學生情緒大受影響 因此家長控告三十多位的學生毀謗 而這起事件 校方卻在事發十個多月之後 才通報教育局 家長在替女兒出面道歉 因為在去年七月 陽性學生對同班女同學潑水惡作劇 對方因此在部落格發文抱怨 陽性學生得知後 居然號召其他朋友 以辱罵的字眼回覆留言 讓女學生的心緒大受影響 還因此調法 家長奮而控告三十多名學生毀謗 我女兒告訴我說 被告同學總共留下二三十篇一萬一千多字的罵人留言 雖然同學表明有道歉 但受害的女學生家長還是堅持提告 最後雙方達成和解 要求被告家長需要捐五到一萬八的台幣作為公益 發生這起霸凌問題 校方卻在事發十個多月之後才通報教育局 老師認為他有信心可以處理好 那到現在一年了沒有處理好 最後又發生我們家長之間告到法庭 告到法院 學校是否有延誤通報 新北市教育局還要再調查 不過同學相處常常忘了該有分寸引發這樣的網路霸凌事件 學校也會積極對學生做教育輔導 街上謝謝一聞 新北市報導